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张智豪的13.06% 自从3月20号开始登记之后 前前后后经过登记协调 然后初选他们三位的努力 在昨天做成的一个民意调查 今天早上也公布了民意调查的数据 那我们三位优秀的市议员 那么这些候选人 那么多些微的差距 那还好我们最优秀的立法委员 我们张炳君张议员来胜出 那我们在这边非常的恭喜他 张炳君除了肯定两位竞争对手的优点值的学习 也强调这一次民调结果发现 有五成的选民没有表态 因此接下来八个月如何提升知名度 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将是胜选的关键 在这次的初选中 看到不管是我们文庭总召 或是知好他们的优点 跟他们努力的地方 这更是我在未来的 其实竞选金融市立法委员的 竞选的资路上 他会成为我的借鉴 然后吸取他们优点 然后来去努力 当然在这一次 其实我们有看到民调的数据 虽然说虚伪的差距 赢过了总召文庭姐 还有我们知好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大概有五成二的还没有表态 这可能也代表说 我们三位候选人 其实知名度不高 甚至目前在中间选民 还有一些浅男的一些 或年轻人族群上 他们对我们都还是 持现观察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这八个月 如何去得到这一些 中间选民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 年轻人的支持跟认同 这将会是秉均 最主要努力的地方 立法人蔡世英也发文恭贺 民调胜出的张秉均 他表示会传承 国会议员的工作和职责 不仅要让民进党立委 候选人胜选顺利接棒 更要让立委工作的延续 可以无缝接轨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表示 立委初选民调出入后 正式提名名单 中央党部中职会 预计5月10号正式通过公告 5月14号 民进党总统参选 赖清德信赖基金会 基隆分会也将成立 市党部方面将全力做好 辅选工作 协助民进党提名的总统 与立委候选人高票当选 记者张旗辰金融报道 为了要帮助有听力损失的民众 原建天来列车 特别捐赠了1000台 助听器给基隆 副市长邱佩玲 在社会处长杨玉昕的陪同下 代表市长谢国良 致赠感谢赠 由衷的感谢 三星企业与团体 帮助听损朋友 共同打造友爱城市 画面上是原建大和 执犯事业的董事长吴绍辉 代表原建天来列车的 善心企业团体 捐赠1000台助听器 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接受 现场气氛相当温馨 那我们也是因为自己的姐姐 有这样子一个重听的状况 导致旧学旧养旧业 都有程度不一的一个影响 那感同身受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捐赠活动 让真正有需要的人 可以连去到这样子的听力辅居 来让他们恢复 他们所谓的听力幼稚生活 来解决他们的一个生活困难 这次的爱心捐赠 由交西服轮社与原建大和 职饭事业公司 攜手议员韩世玉办公室 等善心企业团体 组成原建天来列车 捐赠1000台的助听器 不需要声帐证明 只要有听力损失 需要佩戴助听器的基隆市民 都可以在年底前提出申请 副市长邱佩玲 也在社会处处长杨玉欣的陪同下 致赠感谢状 感谢这份温暖的力量 支持帮助有听损的市民朋友 其实我自己的父亲 在后来年纪大的时候 他的耳朵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就刚刚所讲的 当你越少互动 你其实越容易 跟别人产生更多的说话 那可能就变成自闭症或是失职 我觉得这是非常帮助很大的 第一个是他的流程非常简单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 身心障碍的手册去领 让更多人老年人很方便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知道 助听器的费用是很高的 那今天一般人去买 可能便宜的也要六七千 贵的可能到十几万 那如果今天有这样的赠送的方式 对基隆的市民其实很大的帮助 他们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第一个是省时间 第二个是费用节省很多 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力量来协助政府是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天台列车 而且呢它又不是这个 等于说不分你我啦 也不会说因为说你今天一定要有身上资格 才可以来去做一个领取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否就是所有的我们基隆市的百姓 只要他有这个听力上面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都可以找我们 那我们一同来帮忙他 那希望呢他可以重新的找回爱的声音 那让他呢可以享受到我们普通一般人的 听到呢这个所谓的天台的这个享受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是真的很重要的 那未来的话市民也会跟我们市政府 还有我们无动市长这边 那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并没有排付条款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乘账手册 那只需要到我们的原件的基隆店里面 去做一个听力检查 我们只要确认用户是60分贝至90分贝的听顺者 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天台列车注冰器 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谢善心企业与团体 以实际行动关怀听损朋友 为基隆注入爱的力量 一起打造温暖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基隆市的三个国际青商会 基隆与港及基隆山青年商会的会员 联合到市府拜会市长谢国良 并邀请市府一同参与三大青商会的年度活动 谢国良表示三大青商会平时热心工艺令人敬佩 未来只要是工艺性质的活动 市府将会全力协助 在王朔毅 江玉全 余冠亭三位会长率领之下 包括基隆 余港 基隆山青年商会会员代表们 专程到市府拜会市长谢国良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今年也会举办一些议检的活动 就是符合一些我们SDGS一些议检的活动 在基隆跟长照中心做配合 对然后我们今年在7月29号举办签典的时候 我们会邀请我们五个姐妹会分别来自日本 然后韩国跟香港的姐妹会一起到 在7月29的时候来基隆这边 也希望到时候可以邀请市长一起共襄胜举 这次我们40周年庆其实我们跟和平岛那个辉哥这边来 杰哥这边来做合作 那希望我们扩大的举办 也办了一个沙滩的一个音乐瑜伽活动 那接着周年庆的buffet 那我们当天也邀请了日本的姐妹会 还有我们越南中西共的一个姐妹会 预计今年要签订这个盟约 那是不是也有机会像我们像这个基隆氛围学习来进一步 也来引荐推荐这个友好的一些姐妹式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我们在2021年也向越南的这个中西共分会 我们也捐赠了两台的那个图书馆的一个卡车的图书馆 所以这两个现在这两年内 其实在他们越南里面一直循环的在 巡回的一直在 让当店的受益 我们也捐赠这个图书馆 那也预计会持续做下去 那另外我们在9月份 我们也继续响应 也是响应着过去的活动 插量世界角落也是友善行人的一部分 我们每年的9月份都是过去从渔港的一个发起 我们会去插量这个转角镜的部分 那是不是今年也可以配合市府的政策 我们再把它扩大的一个举办 今年的基隆山刚好是30周年庆典 那在30周年庆典的话 我们会跟桃园市的虎头山分会 地结兄弟会 那还有姐妹会 我们的全山 全山姐妹会 也会立营到场 那也诚挚的邀约 市长在8月6号 能一同出席 见证的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也是我们基隆山 目前第一个要地结兄弟会的会 就是虎头山 对 那到时候姐妹会 全山他们也会来 对 那在8月6号的话 我们还会进行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办中文比赛 那我们中文比赛的话 是在4月10号到6月5号做结稿 然后7月1号我们会公布名次 对三大青商会 预计举办的活动 市长谢国良表示 除了姐妹试一试 还需要重长记之外 其他只要是公益性的活动 市府团队都会全力协助 希望未来的这些青年志工 在青商会办理公益活动的时候 我想只要界定上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如果需要青年志工的话 假如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人力资源 我们都非常乐意能够配合办理 那可能大家也在做公益的过程中 也可以找到新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成员伙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说 把三个青商会都找起来 然后来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活动 或甚至一个更大型的公益活动 这听起来也蛮有意义的啦 任何来推荐给我们 我们都是非常感谢 而且非常欢迎 但因为一个国家只能减 像我上周我就去了美国大概三天 我就是跟Boston那边的议长 亲自碰面 那我其实也是希望长期来说 能够跟Boston这样子的一个港口 跟渔港 跟金融很相似的城市 就是整个美国政治 跟历史文化的发源地 能够发生更多的一个城市交流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评责方面 我们非常审慎的来考虑 然后也把我们现在手上有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资料跟城市的选项 我们作为一个很审慎的一个评估 完我们尽快做个决定 然后来跟贵会来报告这样好不好 这场拜会包括民政处长张云祥 及市议员于三发都在场作陪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市长谢国良积极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在市议员张耿辉的争取下 包括了拜福国中 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以及弓箭路戴天府前 这三处地点重新划设为 绿地白线斑马线 提高辨识度 也让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提升了 市政府交通处利用晚上在 百福国中前划设全新的绿白斑马线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及实践里长张小梅 百福里长何孟汉 以及独北里长谢孟汉三人 现场视察 要提升这里行的安全 而包括百福国中国立基隆特殊 教育学校以及弓箭路戴天府等三处地点前 因为大小车流量以及学生和行人非常多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争取下 这三处地点重新划设成为绿底白线斑马线 提高辨识度 提升行人和学生过马路的安全性 张耿辉也特地邀请六独里长于梁盛以及独南里长于佩卢到现场实地了解 而在完成前几天张耿辉就和交通处计证等人现场先会堪 今天会堪的三个地点 第一个是我们公建路104项 那边因为有我们幼儿班大班小班中班 也面临着工业基里面的重车的穿梭很平凡 所以也请我们交通处的计证能够迅速地来划设 那另外两个地点就是我们国立特殊学校 还有我们百福博中这几个地带 也是我们车辆行人行走的平凡的一个地点地带 我也希望一并地请我们交通处 在天气好的时候是不是尽速地能够来划设 斑马线调整为立体行山的部分 那我们尽量会依天后状况来尽速安排施坐 那确保我们学童通行的一个安全 那借以立体行山的一些视觉的一些效果 来提醒我们一些车辆驾驶人 行进该区域的话来减慢车速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要让行人以及学童安心安全过马路 也获得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权力支持 而市政府交通处也展现高效率 会堪完后遇到雨天顺延四天 就立刻在包括百福国中国立基隆特殊教育学校 以及弓箭路戴天府等三处地点前 划设好全新的绿白斑马线 也让张耿辉非常肯定市政府交通处的高效率 农村小旅行现在很受欢迎 马西社区搭配小旅行导览活动 陆续推出了限定版的美食 继去年的欧鲁鲁披萨生活和平后 今年推出欧鲁鲁包子 要把在地的特色与美食推广出去 水蒸汽将欧鲁鲁包子香蔓延 远远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满满的竹笋肉内馅取自在地 香脆浓的内馅搭配有嚼劲的竹炭面团 让人欲罢不能 竹笋啊 还有红萝卜啊 还有肉丝啊 我自己自己用的啦 就是要螺嘛 要一直螺啦 要用螺的啦 人工就是要螺的啦 要做出好吃的竹炭包很费功 郑德爷爷凌晨两点就起床揉面团 算准发酵时间 还要炒馅料 夫妻俩忙得欢喜 要跟里内的志工们 将最好的在地滋味传递出去 会想出欧鲁鲁这个点子 源自于马西的焦炭窑 它煤炭是从上方进来的 然后把煤 因为我们这边的煤 比较不容易燃烧 必须把它弄成焦炭 去年在童花季 推出限定版的欧鲁鲁披萨 深货好评 今年 雷掌带的社区民众 继续拿出在地特色 欧鲁鲁包子就产出了 不管是很好 因为这是手工Q 然后最重要是它的绿竹笋 很新鲜 而且它是现彩的 所以这次的竹炭包 我们配合这个活动 我相信应该会非常抢手 马西现在最近 已经开始有陆续的 这个小旅行的活动 配合四季的游城 那像这个季节 也是童花 可以赏童花 然后吃这个竹笋包 然后或者是贵竹笋季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包成贵竹笋 然后其实我们会搭配四季 像树梅姐 绿竹笋 桂竹笋 然后甚至塞药剂的时候 来推出不同的肉包 来加入新鲜的食材 在地有一个很特色的东西 就是矿工便当 搭配市府活动 马西社区动起来 限定版的包子不定期推出 期待让来游玩的旅客 都能感受到 金融人的热情 与马铃的美好 记者崔小军采访报导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 表现出来 海客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乖书呢 要来吃饭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 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QRQ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选择的 乖乖 上车 带我去逗逗风 多元缴纳不可车 一路顺差安心 GO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里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热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重用影艺大学举办第一期无人机剪辑科学营 由重用影艺大学无人机产业创新基地的专业师资操刀 规划了两天的丰富课程 让学员学习空拍影像的剪辑 与建的国中合作 让国中生了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 并剪辑空拍画面呈现自己家乡的美丽 想要拍下从高空中俯瞰大地的壮丽景色吗 从基础操作开始 先在电脑上操作无人机模拟软体 体验操作无人机的真实感受 接下来了解相关法规与飞行原理 等一切就绪就出发试拍 为期两天的无人机剪辑科学营 由重用影艺科技大学无人机地与基隆市立建的国中合作 设计出专属国中生的教学课程 我们这次两天的课程设计 除了到无人机的包括组装课程以外 以及配合我们影艺大学的剪辑课程 让学生透过组装跟剪辑 来强调大家在108课纲所注重的学生实作能力 说到实作能力就要带孩子来了解无人机原理 从亲自组装开始 加入美感制作出自己专属的无人机 能不能飞 当然可以 只要熟悉操作和飞行器的重心 就能成功地随心所欲飞行 真的可以飞 从用生根基隆在地教育 推出首届的无人机剪辑科学营 校长肖元都表示很荣幸与建的国中合作 让国中生了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 希望新世代的年轻人成为国家未来的实战力 往下扎根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 然后我想我们不是单一个方向 我们未来的话产观学方面都可以互相的应用 我想市政府也需要往这方面去推广 然后产业界都我知道最近产业界也很多人在做相关的研发工作 产观学方面我们都还可以再继续地往各方面多角度 多向度多方面的发展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多方面的发展还包括了影像剪辑的技术 学员试着用电脑剪辑出空拍机用的系列影片 让剑的国中 八斗国中数十名师生很有收获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以前没有碰过无人机 然后现在就学很多东西 信号 然后到它的奖的数量 然后一些按钮的一些知识 就是做事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收获很多 然后就是有学到一些有关无人机的知识 就是像是它可以运用在生活的哪里 然后到怎么去使用它 都对我以后可能会用到的帮助 今天很荣幸我们建的国中 从校长主任主长老师 我们有十位老师带领十个同学 来做这个无人机的一个课程的研发 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好是 学生从小就可以透过这十座体验 然后才编写程式 然后培养它的专注力 那未来我们建的国中将成立 全国第一所的无人机飞行基地 那我们校长主任老师 都会拿到这个证照 让孩子能够在快乐中的学习 能够从刺激它的脑力激荡 然后再实作 然后能够快乐学习 快乐学习中探索堆叠智能及创客的能力 从又自去年11月成立无人机基地后 除了持续承办劳动部退府会等单位的 无人机职训课程 也积极推动无人机与科技教育向下扎根 加强学生的实作能力 那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学生的实作能力 那我们未来呢 其实在课程的规划来讲 我们从影艺大学部分 其实也跟劳动部 那也有跟退府会等相关单位合作 办训了非常多培训课程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专业课程 带来给基隆的孩子 那给基隆的孩子透过学习能够成长更多 那也带进更多资源来做一些培育 那建德国中也是我的母校 那我希望说在未来跟建德国中合作以下 我们可以在基隆市的部分 带给包括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的同学 能够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未来会持续办理国小国中的科学扎根系列活动 幕后推手人称王姐 资金的挹注造福相领 把这份新意 用我们在地人的心把它传递下去 那我们会用最大的力量 我们把无人机这个产业 在我们基隆发光发热 是非自己的微型无人机 剪辑前一天所拍摄的中镇公园空拍画面 创造属于自己 看见基隆的短片 随着崇佑即将在第二季 设立民航局合格无人机口场 及课程计划线的推行 让基隆孩子拥有创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体验飞行的乐趣 同友在 建德在 空拍机在 记者蔡小军黄绍明采访报道 您看过流动画吗 这是近年来在欧美非常流行的一项艺术创作 布立金融医院一楼院使艺文走廊 目前正展出台北荣民总医院 流动画社社员的创作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像山又不像山 像宇宙也不像宇宙 但是鲜艳多彩又流线的各式形状 构成一幅幅令人惊艳的作品 这是近年来在欧美非常流行的一项艺术创作 叫做流动画 主要是运用压克力颜料加入流动液 将颜色倒在画板上 让颜色互相碰撞 就完成一幅幅独一无二的流体创作 布立金融医院一楼院使艺文走廊 目前正在展出台北荣民总医院 流动画社员创作的流动画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流动画是近几年来 欧美非常流行的一种创作 和各式流动 还是用压克力颜料 还有流动的液水 那就让这个创作自然流动 作品都是同一的 那画画我想是我们 我们的女生期来的一个等号 那尤其这个流动画它是一种 抒发 一种记忆 一种能够 情感的流动 那也因为 它的这个自然流动的性质 让我们跳拖 一般我们宿客的这种 既定的方向 它可以自然的方向 然后也因为它的流动性质 让我们的艺术 增加的无限的想象 我们上次来扩展的感动 有一个在这里的 不喜欢小丁的小女生 他比如说来解释了我们的每一份话 你们要记错 等一下看个话的时候 要横着看 斜着看 甚至还要倒着看 因为就让我们觉得 就是说我们的人生 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发生都是最重要的 在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 亲自主持 以及秘书李林美陪同下 名为字役流动 探索彩绘的流动画展节目 院长林三琦也特地颁证感谢状 感谢台北荣民总医院流动画社 指导老师王美玲 带着师生的作品 前来基隆医院院实艺文走廊展出 增添艺术光彩 也让看话的人体悟到人生的多样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yo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